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侧反光镜上 系着一束鲜花 红玫瑰和百合花在满天心的簇拥下 看起来十分扬眼 兰战四下看了看 停车场里人人都忙着开车回家 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束来路不明的鲜花 大帅哥 我爱你 花中放着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一句话 还附带化了两颗小星星 是谁 这么无聊 兰战将花拿在手里 环顾了一下四周 并没有发现垃圾桶 所以决定将花束带出停车场 然后寻一处垃圾桶丢掉 丁 听到手机提示音 兰战打开车门 随手将花束往副驾驶座上一放 点开了微信对话框 兰战先不要回家 出门又转到赤峰影城等你 摸摸搭 看着魏无限自制的兔子表情包 兰战忍不住勾唇一笑 自家淘气包 这是想请自己看电影吗 这个小家伙 想一出是一出 要看电影的话何必去电影院 兰家的别墅中 就有一个近三十平的家庭影院 是兰战按照魏无限的喜好找人装修设计 本来 打算等魏无限生日的时候 送给她一个惊喜 想不到 她家小可爱居然跑在了前面 路过一个街边垃圾桶 兰战江车挺好 拿起那束招人讨厌的鲜花 气质如碧鱼 万一让自家小金珠看到 还不得醋烟赤风影城 身为一名合格的男朋友 让自己另一半起疑 吃醋或者缺乏安全感的事 绝对不能做 虽然 兰战并不知道那束花是谁送的 兰战有心在给她家小金珠买衣术 但是转念一想 最近魏无限生花收到手软 家里的干花更是随处可见 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赤风影城门口 兰战将车子停好 不知为何 一向车水马龙 人头攒动的赤风影城 今天格外的清冷 若打一个停车场 只停着聊聊几样车子 说是门可罗雀 都一点都不为过 丁 就在兰战站在车子旁边 瞧手一看 四下寻找她家小金珠的时候 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 兰战 打开后备箱 有惊喜 唇角再次不受控制的扬起 兰战满怀期待的 打开了后备箱 surprise 兰战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刚打开后备箱 魏无限明媚娇俏的小脸 就出现在兰战眼前 魏英 你 这份惊喜来得太过突然 兰战忽然有点无所适从 只知道在看到魏无限的那一刻 胸腔里的那头小鹿 就已经跟着罢工 心脏陡然之间爆裂开来 涌出的血液带着滚烫的温度直冲脑海 硬生生逼迫蓝战享受这种幸福到眩晕的感觉 甜蜜的刻骨铭心 怎么 看到我不开心啊 魏无限从后备箱一跃而出 翘生生地站在蓝战面前 一身休闲运动装 将他衬托得身姿如玉 阳光烂漫 开心 门可罗雀影城门口 蓝战紧紧盯着眼前的大惊喜 一双大手在裤缝处微微全去 几乎是拼尽了全力 才堪堪忍住想要庸人入怀的冲动 蓝战 我送你的花呢 魏无限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没有看到自己精心挑选的花束 不死心地又把后座的车门打开 结果 车里空空如也 哗 哗 看着魏无限那双顾盼神飞的大眼睛 蓝战那句扔了 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哗 怎么了 我以为是有人 恶作剧 就扔到了 垃圾桶 蓝战费了好大劲 才把一句话给说完 说什么他也没有想到 那束花是魏无限送给他的 若是知道 他一定真知 惜知 又怎么舍得将其丢弃 扔了 那一束花 可是花了我大几时买的 算了 不知者不怪 扔了就扔了吧 你想要的话 回头我再买给你 魏无限本打算 再多吐槽几句 可看着蓝战一副追回莫及 肠子都要毁尽的样子 又忙着把话往回说 因蓝战的性子 见到来路不明的花束 最大的可能就是将其扔掉 扔掉花束 才符合他们家蓝尔公子高冷霸气 洁身自豪 不沾花惹草的人设 是自己只顾着送惊喜 没有真正的站在蓝战的角度考虑问题 今天是两个人第一次看电影 可不能因为一束花就影响了美道冒泡的好心情 不知二位可是魏无限魏公子和蓝忘基兰二公子 二人刚刚踏进电影城没几步 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就毕恭毕敬的迎了过来 你是魏无限停下脚步 上上下下打量眼前无视线殷勤的家伙 脸生得很 应该之前没有见过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这家赤峰影城的总经理 姓王 聂总下午打电话嘱咐过 说你二位晚上过来 让我好生招待 甚至 为了不影响你二位的观影体验 从下午就停止线上还有线下的售票 来 二位跟我来吧 王经理在前面走 魏无限与蓝战面面相去了一会儿 这才一头雾水滴跟了过去 聂怀桑 该不会给他们两个弄一个专场吧 事实证明 魏无限想多了 路过一个又一个的放影厅 王经理脚步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而是直接把他们带到聂怀桑 在这里专属的一间私人影院 这个聂怀桑还真的是够交涉引逸 他人在清河 猴年满月才来一次云梦 居然还霸占着这么一个私人影院 真的是有点抱紧天舞 房间很大 除了投影以播放器之类的硬件设备一应俱全之外 沙发 暗计 大床 按摩浴缸也是一见不落 重点是 你无论是躺着 坐着 或者是泡着 都能十分惬意地看着电影 享受着旁边触手可得的饮料和零食 二位想看什么随便点 那边的冰箱里 吃的喝的都按聂总的嘱咐给二位准备好了 好